关系新加坡航空公司有一架飞往新加坡的客机 21号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乱流 要转飞泰国的曼谷来降落 在事故当中有一名英国籍的乘客死亡 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其中七个人的伤势为重 而由于客机是由波音公司制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将派出技术顾问支援调查工作 这架新航波音777300ER型客机 在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严重气流后 多人受伤 伤者被逐一抬走 当时机上有211名乘客 18名机组人员 航空服务员正在派送早餐给乘客 多数也受了伤 机舱内一片混乱 乘客表示 很多人当时没有系上安全带 头部撞向客舱的天花板或行李架 行李架留下被撞击的痕迹 机舱也跌下了氧气罩 一个航班追踪网站显示 客机在接近泰国时 从约11300米的高度下降1900米 到9400米的高度 初步判断是准备降落属于正常 网站又指 客机在一分钟时间内一度向上倾斜 然后回复原来的飞行高度 正在分析相关数据 新航表示 这个航班从伦敦起飞 飞行了约10小时后 在缅甸的伊洛瓦底盆地突然遇上气流 即时通报遇上紧急医疗事故 并向曼谷苏万纳浦国际机场 要求紧急降落 曼谷当局接报后严阵一带 最后客机在当天下午3045分着陆 部分伤者仍在曼谷医院治疗 目前已知一名乘客死亡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向事故的死者亲属 致以亲切慰问 并表示与泰国政府紧密合作 竭力为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援助 新加坡交通安全调查局正在调查事故 美国国家运辑安全委员会21日表示 将派出一名认可的代表和4名技术顾问 就这次航空事故提供支援 凤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